项目编号 SCP-002生活式 项目等级 Euclid 特殊收容措施 SCP-002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连接在适配电源上 从而使它处在一个类似于充电的状态下 如果发生停电,项目与设施之间的应急屏障将会关上并立刻进行疏散 当设施恢复供电时 必须交替使用X射线和紫外线脉冲停闪这个区域 直到SCP-002重新连接上电源 并进入充电模式为止 整个收容区必须保持在负气压下 必须随时有一个由最少两名人员组成的队伍 在SCP-002或其收容区的20米范围内 工作人员必须互相时刻保持身体接触 以确认另一人仍然存在 因为接近项目可能会使感知变的迟钝扭曲 或受其他影响 三级以下的人员禁止进入 SCP-002 此限制可通过两名四级管理员的书面授权免除 发出此授权的指挥人员必须在人员进行接触期间 由最少五名三级安保人员陪同 并必须暂时放弃自己的职位及安保等级 在进行接触后 指挥者将会被护送 指令SCP-002最少五公里外的位置 进行最少72小时的隔离及精神状态评估 如果精神评估部门工作人员认可 它适合回到岗位上的话 职位及安保等级将会在结束隔离后恢复 描述 SCP-002外形象一个体积约60立方米或2000立方英尺的肉流 其中一侧立有一个能封往内部的铁制带有阀门的舱门 其内部看起来像一所有这大小适中的标准连租公寓 其中一面墙上有一扇毒窗 但从外部并不能看到这样一个开口 房间中放有一些家具 近距离观察显示 它们似乎都是由雕刻过的骨头 编织过的头发 以及其他多种人体产生的生物物质组成 目前经过测试的物质显示 房间中每个物品都含有独立的或者断开的DNA序列 参考资料至今为止 对象已经造成了七名人员的消失 在收容设施里的这段时间中 他又为自身填射了二盏灯 一张地毯 一台电视 一台收音机 一张豆袋椅 三本已为之语言写旧的书 四个儿童玩具以及一株小盆栽 使用各种实验室动物包括高等灵长类所进行的测试 无法使SCP-002做出反应 使用尸体亦无法产生任何效果 无论目标是通过何种过程将生物物质转化为家具的 显然只有引入活的人类才能推动这个过程 以下是关于发现SCP-002的细节过程的简短报告 项目与其脱离轨道撞击地球时 在葡萄牙北部留下的一个陨坑内被发现 它被一层厚岩石河包裹着 其肉质表层在撞击时暴露了出来 一名当地农夫偶然的发现了它并告知了村长 当一名四级特工在此区域检测到项目产生的小剂量放射性异常后 项目引起了基金会的注意 一个由毛浩登将军带领SCP安保人员组成的搜集小队 立刻被派遣到这个区域 他们很快将项目保存在了一个大型容器里 并从附近的村落中招募人员对其展开初步测试 三名男人分别单独进入了建筑并先后消失 在发现项目的此疑致命性之后 毛浩登将军发布了4A级目击者处决命令 大约整个村落的三分之一 以确保该项目的消息不置外泄 并且开始将它运输至SCP设施 在运输的准备过程中 4名SCP保安人员被以某种未知的方式吸进了项目内 并在其中瞬间消失 在接下来的检查中发现 项目似乎长出了一些新家具 而且开始看起来像一个公寓房间 毛浩登将军马上下令征用一些三级Hezmet防护服 给予残存的安保团队成员 让他们将容器搬到待命中的货船中 并将其运送到SCP收容设施中 在毛浩登将军被处决后 SCP-002被SCP人员重新控制 并存入位于机密的特殊收容中 其现在所在的位置 在毛浩登事件后 除非拥有最少2名4级人员的优先批准 全线在3级以下的人员被禁止进入SCP-002的容器中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-002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